大家好,我是十四 今天要讲的是2017年上演 由严雅哲导演 辉音红、吴可熙 和文器主演的台湾学院一电影 薛冠英 在第54届台湾竞马奖的颁奖等理上 薛冠英成为了当往的最大赢家 他获得了8项提名 并斩获了最佳女主角 观众票选最佳影片 最佳剧情片 以及最佳女配角四项大奖 并且在海峡对岸的大陆 薛冠英也同样是有口皆碑 在豆瓣 有40万人给这部电影 打下了8.5的高分 作为一部主打拳斗的悬疑篇 薛冠英最大的特色 就是撇去了 战斗中常见的男性视角 把所有的镜头聚焦于 官场政治中的女性痊愈 在电影中 导演用一场场不见枪 不见血的家常饭局和女性聚会 展现了女人 是如何在这场 安脏不悍的权力游戏中 翻云覆雨 运筹帷幄的 虽然电影的时长不到两个小时 但是影片的信息含量却极大 几乎每句台词 每一帧画面 都蕴藏着大量的伏笔与隐喻 那么薛冠英到底讲的是 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窥究竟 这一天是盛唐集团大喜的日子 房地产开发公司盛唐集团 宣布重启歌之已久的弥陀计划 为此盛唐的董事长唐真 特地创了清花祠一致 参加新闻发布会 当发布会刚看到一半 唐真在接到一通神秘电话后 居然了眼婆娑 神色松松地离开会场 这一走 立马在媒体之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场外的媒体纷纷通过镜头里的唇语 试图解读唐真的通话内容 在经过多番比对之后 主持人在新闻里宣布 唐真在电话里说的是 请救救他 这时 镜头转到了 在电视台迷路的两位盲人艺者 他们是台湾著名的两个人 杨秀卿及其夫婿 此刻 两位一者正端坐在 电视台准备的 阴草地府时的摄影盆中 即将开始念歌演出 在电影中 念歌人的唱词 犹如人物叛词 暗示了剧情的走向 和人物命运 成为近似于上帝视角的存在 他们作为第三试点 能烟俯瞰唐家 林家 王家等上流权贵之间的 鹰鹰狗狗 而阴间的布局和诡异的唱词 都在提醒观众 接下来有讲的故事 大体不是一个阳间的故事 这个故事里面有台人 也有盔情 也有盔情 也有盔情在那里 对啊 也有青年男女 乱爱无结果 就是台湾的路面 和书里的 这是爱情的故事 是啦 跟随着年个人的平谈 我们回到了90年代的唐家 唐智的母亲 本名叫奢月影 嫁给已故国民党将军老谈之后 聚集唐子 变成了唐奢月影 表面上看 唐夫人是一名 本本分分的古董商 靠着丈夫的政商两界 遗留的影响力 日子过得倒还算不错 但背地里 唐夫人却是 政客和上人之间联系的纽带 作为上流全国之间的前客 为他们的苟且知识 提供利益交换的平台 大女儿电大事 那就是影片开头提到的 弥陀计划 他有一些达官显贵 接见得到消息 说政府计划在高雄县的弥陀乡 筹备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现在弥陀乡的地 因为还没有开发 所以一文不值 而项目一旦敲定 等房子建成 本来不值钱的地比 就会瞬间价比黄金 按照唐夫人的话来讲 今天一块钱买金 明天一百块卖出 这么迷人的游戏 谁不喜欢 但买地就需要资金 唐夫人和政府官员 并没有如此庞大的资金 所以唐夫人特地 找到了自己的好友林亿元 林亿元的另一个身份 是当地农会的理事长 所谓的农会 大家可以理解成 农民储蓄的银行 唐夫人让林亿元用一些手段 把储户的钱 通过超额贷的方式 取出来买地 等串到钱之后 再把储户的钱还回去 剩下的钱 大家一起评分 这计划看似天衣无分 但实则 每一步都踩在法律的禁区 所以林亿元颇为担心 犹豫不决 这时 唐夫人又抛出一个诱人的鱼儿 他把一份冀选杂志 推到了林亿元的面前 杂志上 是当前最热门的 两个党内主席候选人 左边的是立法院的王院长 右边的是冯秘书长 不过奇怪的是 王院长不管是支持来世呼声 都要押冯秘书长一头 但在杂志的封面上 冯秘书长却处于上位 甚至王光也四有四无地 戴在了冯秘书长的头上 唐夫人告诉林亿元 这次弥陀计划 王院长也参与其中 这对于犹豫不决的林亿元来说 无疑是一颗定心丸 但刚说完要和王院长达好关系 唐夫人却马上画风一转 唐夫人话里话外的意思 其实是在表明 自己任在冯这一边 但为什么参与弥陀计划的 不是冯秘书长 而是王院长呢 这是整不定 最重要的一个伏笔 我们接着往下看 画正聊着 唐夫人突然向唐真问道 为什么没把姐姐唐宁 叫我来陪课 唐真眼神闪躲的低下头 说自己没看到 但身边林亿元的女儿 也就是唐真的闺蜜 林亿元却绕有兴致地说 我刚刚看到唐宁姐姐 跟两个男的 在那边聊天 林亿元画里莫名其妙地停顿 让唐夫人一脸尴尬 而林亿元的妻子唐宁圣子 明明不懂真文 却不知为何也面露窘向 那么这个聊天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把时间 不回到半个小时之前 唐夫人吩咐唐真去取礼盒 顺便把唐宁叫醒 唐真在路过唐宁的 私人画室时 碰巧看到了姐姐 正在和两个男人激情夯战 唐宁沉迷其中 林亿亿在后院的明知顾问 还有当中阴阳唐宁的做法 都在说明林家和谭家 看似关系熟络 但是则各自心怀鬼胎 回到现在 林亿元要和王院长打好关系 自然就需要唐夫人的引荐 引荐这种事 是唐夫人的拿手好戏 为了给林亿元铺路 唐夫人以为院长夫人 帮画长为由 准备了一场晚宴 并邀请当地的名流和豪生参加 唐夫人试着还细心地 替林亿元一家选好了礼物 因为林夫人是日本人 所以唐夫人特地选用 日本国宝节的植物西盛枝 一时贴心地服务 价格自然就越贵 不知唐夫人暗中标好的价格 林亿元能否承受得起 在前往画长的路上 唐正因为刚刚 你面面不留情面的举动 闷闷不乐 唐夫人看出了小女孩的心思 安慰道 一席人抵达画长现场 一席人抵达画长现场 唐夫人的刚儿子加达 和他的老母亲 装成送来两条血红的东西班 感谢唐夫人 因为在唐夫人的帮助下 加达才找到了 现在这份既致的工作 另一边 唐正作为这次画长的主办方 努力在院内挤出一副笑脸 迎接客人 刚刚的不快似乎已经烟消云散 唐正和偏偏在院内堂着钢琴 相互抢着蛋糕 不多时 这次宴会的主角 院长夫人来到了画展 恰好看到了 唐正和偏偏堂琴的场景 一曲终了 王夫人突然发现 唐正的脸上 居然还有蛋糕的奶油 唷 唐家的小丫头偷吃可露馅了 当王夫人说这句话时 唐正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并且用疑惑的眼神 看下了翩翩 而偏偏则立马转头回避了唐正的眼神 这一幕 再次映成了这两位女孩之间 塑料姐妹花般的友谊 唐正蒸奶油 而偏偏没有 这明显是偏偏故意不提醒唐正 嫌而唐正当冲出球 当大人们对这种小闹剧并不在意 一行人摧拥着王夫人 来到梁亭落座 林医元拿出 刚刚唐夫人听他们准备的礼物 送给王夫人 唐夫人在一旁齿牙迂会 说着礼和礼装的古董菩萨 使林医元轻心挑选 这两位包装的布料也价值不菲 王夫人听得心慌怒放 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 但估计是因为 之前唐正不小心把礼盒摔到了地上 打开的一瞬间 古董菩萨的手臂突然断成了两截 现场的气氛瞬间凝固 林医元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 王夫人的脸色有油情转阴 这送的菩萨居然自断手臂 这不等于是在当面咒骂王夫人吗 唐夫人连马打圆场 说这是岁岁平安 是菩萨帮夫人挡了灾 本来这只不过是一句下台阶的话 但王夫人显然不想就此结果 反而访问唐夫人 当你看完整部电影后 在猴个头时 终于发现血管音中 几乎没有任何一处显笔 每一个特意提及的细节 或者出现的道具 都有他所代表的含义 像一开始的竞选杂志封面 还有这里的断屁菩萨 唐夫人这话只说了一半 菩萨确实是挡灾的 但能不能挡得住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王夫人的注视下 唐夫人只能尴尬地沉默 这时 这次没有到场的唐宁 终于出现 他在现场气氛不对 立马搂上了王夫人 且退用撒娇 讨王夫人的欢心 但王夫人却扯开了唐宁的手 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这话你初听好像是夸赞 但除了唐夫人陪笑之外 唐智和唐宁的脸色 却是极为难看 尤其是唐宁 嘴角明明在试图挤出笑容 眼神却透露出一股强烈的杀意 三人衣服上绣的花 是彼岸花 一般被认为 是生长在三土河边的接影之花 人们根据彼岸花的指引 通向幽民之欲 把彼岸花创在身上的行为 是在暗指这家人 偏离了人道 在三番两次的当面嘲弄之后 王夫人觉得还不解气 又提起了之前的一次画展经历 说那画展的主帮 放弄了自助餐形式 每人发一个盘子排队取餐 搞得像是乞丐讨饭一样 而恰好 今天唐夫人一手操办的画展玩意 也正好是自助餐的形式 导演在王夫人嘲讽完之后 通过背景的叙事转换 巧妙地向观众传达了这一信息 既然王夫人不喜欢 那菜式就只能改 唐征赶到后厨 让厨师把原定的自助餐 改成中式围餐 面对这种不讲理的请求 厨师自然不乐意 就在唐征左右为难的时候 唐宁走了过来 用不由丰收的强硬语气 要求下人们立马照做 临走前 唐宁还拿走了记者一家人 放在一肚子里的红包 这红包应该就是唐夫人 之前帮忙的回礼 红包里装的是一条新吊坠 唐宁并没有和唐夫人 一同参加晚宴 而是取出吊坠 倚靠在扶手上 听着远处的歌声 阵阵出神 唐宁这边思绪望迁 唐正则被偏偏 偷偷跑到了院子的围墙下 撕毁男友 偏偏的男友叫做Marco 是林医元家里的马夫 因为双方身份相差悬殊 随偏偏和Marco的交往 只有唐正一人知道 而从唐正看下Marco的眼神来看 唐正心底里 大概也对Marco有几分好感 另一边 晚宴正式开始 梁亭内 除了王夫人和林医元一家外 县长和县长夫人 还有议长和议长特助 也都参加了晚宴 这一桌的人 均是彌托计划的重要参与者 唐夫人负责从中牵线搭桥 疏通关系 而林医元则负责提供资金 议长和县长两方 则为弥陀计划的实行 提供手续上的便利 至于最重要的参与者王夫人 则代表王院长的一个态度 虽然没有怎么出力 但作为当前主席的最大热门候选人 一旦能成功当选 那只要和王夫人搭好关系 众人之后的路就会畅通无阻 在推杯花展中 几人很快就弥陀计划达成了共识 弥陀项目仍有两块地皮等待开发 分别是秀山和丽水 根据唐夫人的内幕消息 众人最后决定把宝压在秀山 但对待众人心头正高的时候 突然有一位 自称银骸小清流的男人 闯入了宴席 县长夫人一眼认出 这个男人是隶属于 林建署的小官员 要论身份地位 小清流根本没有资格走进梁亭 但虽然官不大 小清流却掌握着 弥陀计划的杀身大权 因为林建署是此次 弥陀计划审备的关键单位 虽众人只能强压怒火 任由小清流发出酒疯 这时 远处的唐妮看到梁亭的骚动 走了过来 她娴熟地弯弃小清流的手臂 然后喝了一口红酒 接着把喝过的酒杯 递到了小清流的嘴边 挤紧一个暧昧的动作 挤去调情的骚话 小清流就彻底沦陷 看来 唐妮对于御用美色这件事 已经是暗数于心 第二天 唐夫人正跪在佛像前念经 唐妮一脸不爽地走了进来 用手不断地敲击着桌子 质问唐夫人 是不是把自己的暗门药藏了起来 虽然唐妮表面上看起来 王室不恭 放荡不羁 但其实 她内心激压着庞大的压力 每每在出卖色险 王城工作后 失眠也就随之而至 但好在 唐妮还有一个消解压力的爱好 那就是画画 唐夫人没有理睬唐妮 而是让唐真学习迎来往送的礼仪 唐妮在一旁看不下去 操作前让唐真出去玩耍 顺便给她买一下颜料 但唐真却对唐妮的好意 充耳不闻 唐妮只能自嘲一笑 这在万人看来 融洽的一家三口 实际上已经支离破碎 作为迷托计划的组成者 搞定小清流的任务 自然落到了唐家的头上 唐妮亲自出马 邀约小清流 当小清流把玩着 没送出去的断屁菩萨时 唐妮直接了当地说道 虽然神口法力无边 但是在这座房子里面 不管是观公菩萨 还是夜佛台语 都还是有一个价格 坐 为了与你结言 我不啰嗦 一个价钱 你赚到了五万 这哪只吃五万啊 可是假货嘛 你放心 堂府出去的不会是假货 这段对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其实就是光场上的黑话 毕竟有些话不能说得太明 太露骨 现在小清流和唐妮之间的对话 看似是在指菩萨的价格 实则是在探讨 弥陀计划 唐妮嘴里的 为了与你结缘 这菩萨卖你五万的意思 实在告诉小清流 你只需要五万的价格 就可以加入我们这边的高端局 分更一杯 但小清流对弥陀计划并没有信心 所以说这个古董是假货 唐妮则继续说道 我们汤府出去的没有假货 这意思是在告诉小清流 弥陀计划绝对靠谱 咱们唐家不会自杂招牌 但小清流还是担心被坑 所以人没有表态 你不信哦 不然你可以请菩萨出场 让任何一个古董探子来顾驾看看啊 都会是我开架的十倍以上的 唐妮嘴里的古董贩子 指的是其他草地痞的权贵 而整的话的意思是在告诉小清流 如果他想加入其他人做的高端局 那至少要拿出五十万的筹码 但现在他只需要拿出五万 听到这 小清流故意打翻了杯子 唐妮心里神会地支走了唐真 然后继续劝诱导 咱们唐家一向很研究 现在只是想要请你暂时收留一下菩萨 只要过一段时间 弥陀计划落点拍板 这所谓的念旧 是在消除小清流的顾虑 让他不用担心自己会被唐家出卖 只要小清流花五万买菩萨 入唐家族的高端局 背后给弥陀计划放行 到时候计划拍板落地 唐家会花一百万的价格买回菩萨 到时候他赚钱不说 甚至还可能升官 小清流听到这 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并在桌上给一百万加了一笔 两百万 交易达成 搞定了迎接手的小清流 弥陀计划几乎算是板上钉钉了 几位傅太太半场开香槟 在户外庆贺弥陀计划落地秀山 谈话间 县掌夫人让一掌特助停下扇扇子的手 说这扇子画五十万买来 万一扇坏了 一掌的心都要碎了 这扇子其实就是王夫人画展里的展品 本身是个不值钱的东西 但为了讨王夫人的欢心 县掌和一掌不惜通下血本 各买一只 但县掌夫人之所以提起掺扇的价格 其实亦有所指 她转头就把林夫人戴着的 翡翠项链拿在手里把玩 直言 自己也想要套这样的翡翠首饰 县掌夫人的钱包被王夫人吸干 所以她言语里都在暗示 身份追击的林夫人也要给自己送典礼 好让自己会灰雪 见县掌夫人的吃相如此难看 坐在后面的唐宁听不下去 找到了正在用望远镜 见识女儿的林一元 林一元询问唐宁 她妹妹是否有和她提起 平平的感情问题 而这个问题 似乎恰好触碰了唐宁的逆铃 唐宁这段自相矛盾的话 其实已经在提醒观众 至于家三口的身份 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另一边 平平和Marco在小树林优惠 唐宁则在不远处用词带练习日语 但不管词带里放的是什么单词 唐宁最理念的却永远是 寂寞 突然 马匹失控跑入了树林 她征服的不知身追赶 等她找到马匹回到马场时 却半路被林夫人拦了下来 林夫人平时对外宣称自己不懂中文 但通过之前在唐宁里的微表情 我们知道 这不过是林夫人的一层演示 可能这事太紧急 林夫人似乎忘了自己的人设 用流利的中文逼问起了唐宁 唐宁在慌乱之中 不小心暴露了马可和平平优惠的事情 这个场景在后面的剧情里还会出现两次 千美一次在细节上都有所不同 她也将成为我们之后解析唐宁内心最重要的一枚钥匙 就在户外聚会几天之后 事情开始急转直下 林颖元一家五口惨凿灭门 林颖元 林夫人 司机 管家被枪杀致死 只有千剑林翩翩存活了下来 但翩翩也被歹徒砍断了手脚 如今性命垂危 如此重大的恶性事件 终于让下派一位经验夫妇的老书长 亲自督办此案 初次见面 书长徐文污里的人 案发前一往和林颖元吃饭时 是否发生了争执 县长夫人一口咬定 吃饭的气氛相当融洽 议长特助也赶忙别亲嫌疑 并且摆好宴席 想要好生狂待书长 借此拉近关系 书长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 白来白手拒绝了特助的好意 但一转头 他就要几位部下坐在了 唐府的餐桌上 谈笑风生 原来 署长曾是唐将军的部下 与唐夫人是旧事 多次收到唐夫人的照应 可是明明发生了恶性案件 这一桌的人还欢声笑语 似乎全然不把案件放在心上 唯一一个格格不入的人 是案件调查的负责人 廖队长 廖队长报告说 凶手作案手法利落 并且每个死者嘴里被塞满了糖果 这极有可能是专业杀手 在作案前的一种迷信仪式 听完廖队长的案件报告 嘴桌上半天无人说话 署长自顾自得喝着高汤 廖队长环视一周 继续分析 目前来看 最有嫌疑的犯罪人 是王金山 也就是Marco 因为与林平没有新港上的纠葛 所以与林家夫妇发生了争执 在案发当天 Marco曾买了两张火车票准备返乡 但是半途折返回到了林家 这一次 廖队长还未说完 署长就接起了茶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看来 之前专业上手这个调查方向 并不符合书长的心意 而勤杀这个动机就简单明了 办起案来也方便得多 书长吩咐廖队长 就要按照勤杀这个方向 进行调查 第二天 不知为何 唐正把姐姐唐妮吸毒的工具 拿给唐夫人看 唐夫人一怒之下 关闭了画室 并且不许唐妮再踏入半步 而唐正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她要在画室藏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Marco 自从临家出事之后 唐正就变得异常忙碌 白天上网课 要去医院读书给片面听 网上只要偷偷带着食物 给Marco果腹 而我们根据Marco的回忆 也得知 她并不是杀人凶手 真凶另有其人 镜头一转 曾经戴在林夫人脖子上的翡翠项链 如今已经易主 县长夫人成为了她的新主人 就在那次朝会暗示之后 没过几天 林夫人就把整套首饰 送给了县长夫人 此时 唐夫人正陪着县长夫人 施衣衣服 而电视上正报道 折行发生的案件 警方在山区搜寻 躲藏的Marco时 意外发现了 小青柳的尸体 还在她的身上 找到了遗书 所以警方判断 这是一起自杀案 但小青柳的家人 却不认同警方的调查结果 他们在媒体前深冤 试图通过舆论 施压的方式 来让警方重启调查 这一天 义长和唐夫人 一同替林家的墓地选址 青柳的夫人 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 但这一大帮记者 前来恼逝 通骂一掌是杀人凶手 小青柳的遗书里 连儿子的名字都写错 这遗书肯定是凶手伪造 一同前来的家达 心疼青柳家人的遭遇 所以拜托唐夫人帮忙 为小青柳伸张正义 面对青柳夫人的哭哭哀求 唐夫人居然也下跪磕头 说自己在那些权贵面前 也只是一个下人 根本没什么话语权 唐夫人言辞诚恳 似乎自己真的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其实在小青柳身亡之前 他曾来到唐府找到唐宁 把之前拿走的断壁菩萨 还给了唐宁 说这个菩萨 他供不起 因为有记者爆料 秀山存在黄宝问题 所以上头下达指令 弥陀将最终开发的地痞 从秀山变成了沥水 这一变 弥陀计划所有参与者的钱 都被套在了秀山的地上 小青柳知道 他是自身难保 所以来求唐宁帮忙 可唐宁拒绝了小青柳的请求 只让小青柳自求多福 至于小青柳最后的结局 我们已经知道了 隔天 新闻对清柳夫人的痛诉 进行了详细报道 而唐夫人正拆开盒子 欣赏着自己给孩子们 新定的礼服 唐宁依偎在唐夫人的腿上 两人之间有说有笑 似乎全然忘了 之前剑拔弩张的气氛 话证聊着 唐夫人突然提了一嘴廖队长 说廖队长人品不错 长得也还过得去 可以借此机会发展一下 一听说母亲要给自己安排相亲 唐宁马上拉下了脸 但随即 唐夫人又掏出了一件性感睡衣 在唐宁的胸前比划了两下 这时 唐宁才明白母亲的真实用意 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这哪是什么相亲啊 唐夫人是害怕廖队长 耿直的性子查到真相 所以准备让唐宁 去色油廖队长 你要想干嘛 这句公主命 丫鬟生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俗语本意是指 一个人有座公主的容貌 气质和才华 本可以一时无忧 但最后却成了丫鬟 过着奴才一样的生活 唐夫人的言外之意 是他指责 唐宁贵为将军府的千金 明明可以听自己的话 平步清云 现在却获得颓飞堕落 落得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下场 母女之间的谈话 最后不欢而散 但随着镜头的平移 我们可以从唐宁的画作里感受到 其实在唐宁的眼中 他们一家三口 咋就都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了 这天 唐正照理去医院给偏偏读书 只不过这次读的是偏偏的日记 廖队长也正好来到医院调查案件 俩人碰了个正招 廖队长询问唐真 偏偏和马可的恋情是如何被发现的 此时 唐正再度回忆起了 之前被林夫人逼问的场景 这段回忆和正式发生的场景 是有一定出入的 在现实中 因为唐正在回大使的卡科 导致林夫人发现了偏偏的恋情 但在这个片段中 导演特地安排了一个马的特写镜头 把回忆分成两段 前半段是正式发生的 后半段是唐正脑补的 而在唐正脑补的内容里 他气定神闲地回答了林夫人的问题 似乎偏偏练习的曝光 跟他毫无瓜葛 唐正对廖队长说 当他回到马场时 林夫人就已经发现 廖队长又问唐正 在案发当晚 他是否有和偏偏接触 唐正邀通表示没有 而廖队长早有准备 当场抽创了唐正的谎言 警方调取了火车站月台的监控录像 在马可半路折房后不久 唐正也曾出现在火车站 原来 案发那天 偏偏本来准备和马可私奔 但因为恋情曝光 他被林夫人禁足 所以偏偏委托唐正 把一个包裹送给马可 在这个包裹里 除了偏偏的日记外 还有马可的身份证 但因为唐正也对马可抱有好感 所以他私自扣下了身份证 而无法上乘的马可只能返回林家 机缘巧合下 马可目击了凶案现场 最后只能求助唐正 躲在唐府的画室之中 面对廖队长的心理施压 和取证逼供 唐正选择吐露一半事情 隐瞒了自己扣下身份证 并隐藏马可的事实 并且 为了转移廖队长的注意力 唐正顾一下廖队长 透露了一个关键线索 在案发的前一天晚上 林一元一家曾经到唐府和众人聚餐 今天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当廖队长还想继续询问详情时 唐妮骑着小店驴经过 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其实 唐正藏起马可的事情 唐妮从一开始就知道 只是没有戳破 晚上回到家 唐妮故意在画室门口 和唐夫人聊起马可的事 哎哟 喂 我来问你 那个廖队长 有没有说起马可的事 那个男生最好还是 不要被找到比较好 如果活着被找到 就算不是他干的 应该也会被警方逼上 是他干的吧 妈 你觉得他是不是死得最好啊 这样大家都安心 哎哟 你觉得怎么那么坏啊 都还难道得好 当海了 太可惜了 唐正提供的线索 让廖队长更加笃定 林家面板绝不是情杀那么简单 但就在 他想继续沿着唐府的线追查时 一三起面发生了 警方在海边的树林里 发现了一具尸体 死者 这是当初在画室里和唐宁长眠的男人之一 段钟 根据现场的痕迹来看 这里曾经有两个人 其中一个已经逃跑 除了丢弃在现场的M92枪械之外 警方在死者的车上 发现了一包和林家面板相同的糖果 从种种证据来看 这两个男人 就是林家面板案的真凶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林家的事还没过去多久 林医院所处的农卫 又被媒体爆出 亏控30亿 这消息一出 爆发了大量农民的几对潮 地检署介入其中 把县长和议长带走调查 唐夫人作为中间人 自然也不例外 廖队长这边 虽然他们已经查到了真凶 但既然是专业杀手 那其背后必然就有雇主 而他最大的怀疑对象 就是唐夫人 在检察厅门口 廖队长找到了哭丧着脸的唐宁 准备称唐宁伤心脆弱的时候 从他的口中掏出情报 但殊不知 他自己才是问中之别 唐宁告诉廖队长 在密托计划爆雷后 县长和议长的钱都被套牢 在案发前一天晚上 几位高官聚集在唐府 逼问爆料环保问题的记者 到底是受谁指使 而那个记者 正是唐夫人的刚儿子加达 最终 那局在唐夫人的贺指下草草收场 第二天 凌家就被人灭门 潘妮说的话 看似是在发牢骚 其实是在有意引导廖队长 让她把禅的重点 放到县长议长的身上 袭击母亲的嫌疑 其实草地皮就是像这咖啡豆了 明明是晒 大家一直吵一说好香 然后晒就了黄金般的价格 可是当你拿了一堆黄金买的地 最后却变回一堆晒 如果是你 不会气到想杀人吗 昏迷多日的林彬彬 终于苏醒 作为案件的唯一幸存者 她无一掌握着最重要的情报 因为还无法说话 廖队长让彬彬通过眨眼的方式 回答问题 但林彬彬对问话毫无反应 反而一直盯着身旁的唐真 在短暂的清醒过后 林彬彬又陷入了沉睡 回到唐府 唐妮在画一画时 故意提醒Marco 让在画国画的唐真慌了神 但唐夫人却有条不紊地握着唐真的手 并教导她如何直面恐惧 一家三口 两个画国画 一个画油画 二爷不仅通过角色的站位 还通过画的种类 把这个家分割成了两个阵营 唐妮表面上依从唐夫人的安排 但她内心深处 其实对唐夫人的做法 抱有极大的不满 在这种割裂的生活环境中 唐妮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而唐夫人严传身教 向唐真传授国画记忆的画面 确实在告诉观众 唐夫人心里真正的接班人 是唐真 在看到唐夫人对唐真的影响之后 唐妮心神不宁 她来到唐真的房间 发现唐真的书桌里 居然还珍藏着 自己送给她的五岁生日礼物 并且 虽然她每次叫唐真买颜料 唐真都视而不见 但其实唐真把买来的颜料 都藏了起来 每个颜料上都写着 自己对唐妮的抱怨 吸烟奶会干掉 喝酒会变疯婆 唐妮看着手里的颜料 内心无味杂陈 农会违法抄戴的是 愈演愈烈 王院长和王夫人 也被牵扯其中 媒体爆出 王夫人曾经转了 三亿多现金 到医长的账户上 用于买地 王院长生献丑闻 党年计选前 仅开始变得扑朔迷离 另一边 案件调查遇到了新的难题 警方发现 林会长确实有在旭山买地 但是农用的三十亿资金 却没有花在旭上的地皮上 现在这三十亿资金 不知所踪 如果不能调查 金属资金的去向 那林家面漫的真相 就不会浮出水面 话证聊着 唐妮突然出现在了警局 他按照母亲的吩咐 把那个紧紧周转的断屁菩萨 送到了廖队长的手上 可是我们这里 让罗长顺利升官的相侵命案 也是靠他才解析事理中获得 所以唐妮的言外之意 是让廖队长不要再调查灵天案件 和之前相侵命案一样 草草结案 作为回报 唐妮夫人可以让他顺利升官 在电影中 菩萨其实代表着唐家的一种态度 每当有人收到菩萨 就代表唐家想和这个人结缘 但这个缘 肯定不是什么善缘了 王夫人拿到菩萨 身陷炒地皮丑闻 小庆六拿到菩萨 命丧黄泉 现在轮到廖队长了 在唐妮多番挑逗之下 他最后用 扯下廖队长胸前的一枚钮扣 这个暧昧动作 彻底攻陷了廖队长的内心 但与此同时 唐妮也切好发现了 断终的尸体照片 此时的唐妮才终于反应过来 他自以为母亲 就让他动用美人计 是想要快速结案 保住弥陀计划 那是不是在沥水买了地 秀山抱出环保问题一事 是不是他在背后指使 唐妮夫人对女儿的质问 时刻否认 两人争吵之中 唐妮夫人推开唐妮 唐妮的手被酒瓶划破 鲜血淋漓 这一刻 唐妮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 他把内心的怨恨 还有众人皆知 让唐家三人却闭口不谈的丑事 一股脑说了出来 我是不是你的名牌包 从小让你淋在身上到处去展示 现在救我就换一个新的对目 原来唐妮并不是唐妮夫人的女儿 而是唐妮夫人的外孙女 这时我们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王妮一开始说到 一家三口的时候 三人脸色难堪 这根本不是称赞 而是一句恶毒的阴阳话 还有为什么唐妮和林一元说 管得太严 小心成为未婚妈妈 因为唐妮未婚先遇这件事 使唐妮夫人一手促成 面对女儿的指责 唐妮夫人在电影中 第一次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波动 她也含泪血没有反驳 而是反问女儿 海外来以后 你找我一起个人就要办 不会我好 你是为了你的面子好而已吧 什么事人呀 在唐宁绝望的自问之后 导演再次把镜头切到了那张阴森的画作之上 只用意就显而易见 这一家三代都没有人样 那么看似人处无坏的唐真又做了什么事呢 我们把镜头转向唐真 此时的他正在医院里给偏偏图着日记 并且还把自己幻想成了日记中的女主角 和Marco一起跳着舞调至琴 而这时 那段马场的逼问第三次出现在电影中 这一次比之前都要更加完整 在马跑丘之前 偏偏曾和Marco一起嘲笑 唐真偷给自己母亲和别人交购 如果说之前的恶作剧还能一笑了之的话 那么现在 让自己在心上人面前如此丢脸 唐真对边边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限 所以当林夫人逼问的时候 唐真看似无异 实则是主动露出破绽 让林夫人发现毛利 从第一次表面上的无心之诗 到第二次刻意隐瞒 再到第三次主动出卖 这三次情绪的转变 是导演对唐真这个角色的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 唐真看似是一张白纸 其实他早已染上唐夫人的黑 当唐真还沉寂在回忆中时 一颗不知从何而来的苹果 闻到脚边 把他拉回了现实 就在他捡起苹果的瞬间 偏偏突然呼吸困难 唐真扫了一眼心电监护椅 连忙跑出病房护救 期间还恰好撞上了 一直在门外观察他的唐夫人 林偏偏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而偏偏一死 唐夫人心中的石头也终于落了地 他回到唐夫 走进化室 看似是要清理房间 实在是故意开门 告诉Marco 他已经自由 Marco逃出唐府后 第一件事就是去警局自证清白 而唐妮为了查明 林家面脉案的真相 还有弥陀计划的全貌 准备去找迦达问个清楚 因为不管是爆料秀山的环保问题 还是林医元的农会爆雷 迦达作为记者 都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碰巧 一张特助也发现 沥水的几块地皮 都登记在迦达母亲的名下 所以顺头摸瓜找到了迦达 唐妮在门口偷听到 加达母亲把身份证借给唐夫人 然后唐夫人以凑人头的方式 在沥水买地 所谓的人头 就是替罪羊 因为地皮不在唐夫人名下 所以警方接着查起来 遭罪的也是加达母亲 现在看来 唐夫人之所以对加达一家百般照顾 只是为了物尽其用 另一边 林家面脉案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卫下告诉廖队长 那三十亿不翼而非的资金 在海外洗了一圈后 被转到了唐妮的户头上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唐妮就是指派杀手的真凶 他才是一切的幕后主使 这下 廖队长才恍然大悟 原来唐妮多次接近自己 是为了了解案件的具体进展 错误地引导警方的调查方向 正当廖队长准备下令 编拿唐妮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自己的办公桌上多了一封信 戏封上 唐妮用俏皮的话写着 扣子缝好了哦 但心腹里的内容 却让人几倍发凉 这张廖队长与唐妮的验照 显然是唐妮才威胁廖队长闭嘴 如果廖队长仍执迷不误 彻查此案 那到时候 给唐妮陪葬的人里 一定有廖队长一份 至此 唐妮人做的局 基本算是浮出水面了 看到这里 咱们可以一起 从头到尾好好捋一捋 唐妮妮精心布置的这盘棋 一开始 所谓的弥陀计划 只是一个幌子 唐妮人联合林议员 一起更别其他参与者 让他们把钱投在秀山买地 然后唐妮人背地里 人家打曝光秀山的环保问题 迫使政府更改计划 地产项目最终落地在沥水 另一边 唐妮人走在暗地里 用人头在沥水买了地 随后 唐妮人派钻石兄弟 杀了林议员一家 并把农会抄带的事 爆料给记者 这么做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 是林议员知道的太多 容易暴露自己 第二个 是把警察和检察厅拉入局中 把水搅得更浑 更方便自己黑吃黑 那么段仲和段义 为什么要在死者嘴里 塞糖果呢 这糖 其实代表 这案子是糖家所为 让他不要插手 快速结案 所以 署长才在餐桌上 对专业杀手的猜测 充耳不温 而是吩咐廖队长 朝秦沙这个方向调查 在警方调查林家灭门案的时候 唐妮人偷偷找人 把段氏兄弟灭口 除掉所有的知情者 不过段义私利逃生 现在下落不明 炒地皮的事越闹越大 警察厅开始调查县长 议长 还有王院长 就在所有人自顾不暇的时候 唐妮人把钱 撞到唐妮的户头上 让唐妮背上 烫乌的黑锅 然后用床罩 威胁廖队长停止调查 虽然局势瞬息万变 错综复杂 但唐妮人却偏夜不战身 几乎算得上是全身而退 那么 可能有人不禁要问了 钱没拿到 帝也不在自己名下 唐妮人大费周章到底屠啥 唐妮人的目的 其实电影的开头 就已经明说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 议长被唐妮人倒打一耙 自然不会上罢甘休 她们让加达 给唐妮人送去一份回礼 掀开红布 底下是一条 嘴里被塞满子弹的诡异鱼头 面对议长的威胁 唐妮人毫不在意 爪头就把鱼头顿了 并告诉唐真和唐妮 这几天 一起去香港避避风头 唐妮不懈地拒绝了母亲的好意 并嘲讽地说道 你忘了 就是半山别墅那只神猪啊 真真 真真啊 上次Tyson网带我去香港 结果她忙着shopping 寄信就换了 我玩了好多天 结果她竟然自己一个人 搭机回台湾 连我都忘了带 怎么可能 真的啊 最后我只好一个人 在别墅里面 孤孤单单地 跟她这神猪 睡了好几个礼拜 找我不是你的朋友 都不是很爱 你继续看 还呀 做friend 唐夫人为了自己的目的 对女儿的所作所为 用信入蛇蟹来形容 都不为过 但可能也只有 这样老辣又狠心的女人 才能在观察和商场中 入狱得水 几天之后 一场特助在KTV约见唐夫人 唐夫人进门时 特助唱的歌词 是在给唐夫人下达最后通牒 特助也不拐弯磨脚 说唐夫人只要吐出 满机的三十亿 她说不定可以考虑放过 唐夫人和她的家人 但唐夫人却气定神仙 丝毫没有慌张的样子 反而从人不迫地 给自己插播了一首 伴随着经典的上海滩曲调 KTV荧幕上的MV 突然间望成了几组监控视频 李明赫然是议长 还有议长手下 绑架和杀爱小线流的铁证 在特助的无语凝页中 唐夫人霸起的反客为主 转身离去 迎走前 她还不忘指点一下特助 你做事不干不正 根本都不入了 找个旧班的 再跟我聊啊 下落不明的段一 找到了唐宁 把夫人背地里交代的事 和盘托出 当了唐夫人一辈子的人头 唐宁终于下定决心逃走 不过临走前 还要带上自己的女儿唐真 唐真在了解事情的权威之后 泪流满面 极为心疼母亲的遭遇 甚至还替母亲着想 要给辅导班的老师打电话请假 以防唐夫人察觉 老师好 今天我妈临时要带我出远门一趟 想跟您请假几天 我妈的朋友开车载我们 大概三天左右 唐宁还在心为女儿相信自己 站到了自己这边 但殊不知 女儿方式就把她卖给了唐夫人 刚刚的眼泪还有鼻涕 都只不过是她近战的演技 毕竟 在这样扭曲的家庭环境中 唐真怎么可能独产其身呢 唐夫人接到电话后 让唐真把电话交给唐宁 老师好 我是唐真对珍珍是我的 你不可以带走 是吗 我会让警察知道真相 唐夫人最后的提醒 已经是她最大的仁慈了 当唐宁心意已决 为了防止唐真逃走 她把自己的唐真靠在了一起 在断意准备偷渡的船只时 唐宁紧紧握住了女儿的手 这位把女儿当作 妹妹十几年的女人 终于第一次做回了母亲 唐宁告诉唐真 她知道自己不是好妈妈 但她会改过自新 今天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她好 只要逃出唐夫人的魔掌 他们就会拥有自由 和美好的未来 唐真听着母亲的忏悔 一言不发 然后喝了一口水 吐到了唐宁的脸上 在唐真的眼里 唐夫人虽然作恶多端 但唐宁又能好到哪里去 作为自己的母亲 多年以来对唐夫人的所作所为 不闻不问 甚至助纣为虐 并且还沉浸在酒精和毒品之中 现在转过头几句对不起 就能洗白自己吗 门都没有 这女儿如此决绝 安妮最终还是没有很下心 强行带走唐真 她解开了手铐 向唐真说出了最后分别的话语 我们爱你 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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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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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唐妇人正跪在佛像前念着心经 廖队长把那个断皮菩萨交还给了唐妇 这举动就表明 廖队长最后也选择了妥协 那么 唐妇真的能逃出唐妇人的魔掌 顺利靠岸吗 这举动就能逃出唐妇 我认为你不能逃出唐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切尘埃落定 唐真回到了唐府 这天 王夫人找上了门来 昔日威风吕吕的王夫人 此时的秀发已染上了白霜 收起了自己目中无人的态度 此番前来 王夫人是来掩旗息鼓的 他把自己手上的玉镯子 套到了唐夫人的手上 放下身段 请求唐夫人 说王院长已经决定退出选举 只希望唐夫人能够尽快平息 朝地皮风波 王院长一个清白 您瞧 这些在名利场上莫怕滚打 做尽脏事的人 到头来最在意的 居然是自己的情欲 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 唐夫人想出的点子 是给林彬彬和Marco 忘一场冥婚 一对年轻情侣 跨越身份的阻隔 迈过生死的界限 最后修成正果 这是一件多么浪漫 有多么残忍的事情 大众的注意力 一下子就被冥婚所吸引 把之前的炒地皮分波 忘得一干二净 婚礼现场 现场夫人和义长特助 作为见证人哭的气死横流 横狠地在公众面前 刷了一波好感度 唐正在礼堂外 觉得这一切是如此荒荡和可笑 但是等他看到 Marco给林彬彬带上婚件 并准备亲吻林彬彬的黑白照片时 唐正仿佛听到了 林彬彬讥讽讽的笑声 我就算死了 你也得不到Marco的爱 这天 唐夫人在家中画着国画 电视里正报道着 王院长落马的消息 此时 一只手搂上了唐夫人的腰 随着镜头的缓缓平移 我们发现 这只手的主人 是此前从未出现的一个人物 冯秘书长 唐夫人之所以设举 从一开始就不是求财 而是正值目的 是为了帮助自己的秘密情人上位 冯秘书长握住了唐夫人的手 感谢她 这正值的辛苦付出 唐夫人把手抽出 反搭在了冯秘书长的手上 最后说出了一段 令人毛骨悚然的话 我们的这个年纪 什么都看淡了 可是 心里面没有很规悔 你来来的淡了 荒荡的冥婚结束后 马可决定乘车返乡 唐生前来相送 他本想潇洒地转身离去 但是站台里播报的一个个停靠站 犹如通往天国的倒计时 在目睹母亲被唐夫人炸死后 唐真对生活已经没有任何留恋 现在 唯一能让他看到些许光亮的 就是马可 最终 唐真还是没能忍住 义无反顾地追上了马可 鼓起所有的勇气 强吻了上去 本以为 爱情能够填补少女内心的空虚 但没想到 这只不过是另一个地狱 马可笑了一下 把唐真领到了后头 无人的车厢 唐真对人世间最佑的一点依恋 也当然无存 他绝望地苦笑着 最后在一声咆哮中 跃下了火车 多年以后 唐真装上了椅子 成为了圣唐集团的掌权者 而电影一开始 唐真接到的电话 其实是唐夫人的并未通知 医生告诉唐真 唐夫人在遗嘱中就曾表示 如果要靠长期插管 来延续生命的话 他希望医院能够采取 不积极的治疗手段 但唐真却把遗书撕成了碎片 显然 他不想唐夫人可以如此轻易地解脱 并窗旁 唐真看到曾经叱咤妇孔的外婆 如今生不如死 突然 一颗不知从而来的苹果 再次滚到了他的脚边 唐真捡起了苹果 想起了当初 林翩翩去世时的场景 原来 当初林翩翩呼吸困难的时候 才向唐真多次求救 但唐真却选择见死不救 眼睁睁地看着闺蜜 逐渐停止呼吸 而这一幕 都被站在门口的唐夫人 看在了眼里 当唐真确定林翩翩气后 假装慌忙地出去寻找医生 唐夫人微不可查地 向唐真点了点头 对于常人来说 十恶不舍的罪行 在唐夫人的眼中 却是孙女的一次完美蛻变 从这一刻开始 唐夫人正式认可了唐真 确定了她继承人的位置 但不知道 如今躺在病床上的唐夫人 是否有后悔过 自己当初的教导 在电影中 多次凭空出现的苹果 应该不是真实发生的 它更多地代表中隐喻 血管音不管是从电影的名字 还是剧情中多次出现的菩萨 以及唐夫人念的佛经 都可以看出 这是一部有着浓厚宗教色彩的电影 所以这里的苹果 应该代表的是佛教中的因果报应 里面偏多次嘲讽唐真 是因 她得到的果是唐真的见死不救 唐夫人诈死唐宁 控制唐真是因 而唐夫人得到的果 就是唐真结尾 对她最恶毒的祝福 你一定要长命百岁 万年富贵 一学步 四十五五五五四肢 之稳肥突然 twe Fateisis Fund 感谢观看 旭观音的故事并不算难懂 但因为里面包含着大量的隐喻和暗藏的细节 所以让电影有了多种解读的可能 在后语部分 我想从《唐家一家三代》入手 聊一聊我对这部电影的感想 《唐夫人》无疑是电影中的女一号 她不只是一个女强人那么简单 她更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荡的女狠人 虽然剧情中对《唐夫人》的声势 只是聊聊几句没有多加介绍 但我还以为《唐夫人》的声势 那我们就可以从一些细节中 窥到《唐夫人》的过往 作为游走在镇山两届的前客 《唐夫人》难道是从一开始 就如此铁骨心肠八面玲珑的吗 婚姻后用几个动作 暗示了《唐夫人》的出生 《唐夫人》在书章等老熟人面前 毫不在意地抽烟 喝酒 但是在王夫人等权贵面前 却装到极为矜持 还有《唐夫人》在和书章喝完酒后 她狙击酒杯倒扣 是以自己喝的一滴不胜 这种自然而然的双面作派 《唐夫人》的出生可能并不高贵 甚至可能只是一个陪酒的风尘女子 只是恰好被唐将军看上 走上了仕途 这也能解释 为什么在唐夫人的眼中 出卖女儿的身体只是一件小事 毕竟 如果不是自己当年出卖身体 成功上位 唐宁连所谓的公主声都将不复存在 但一个女人孤身一人 靠着头脑 身体还有脸蛋打下一片江山 并且踩着男人 一步一步迈向权力的巅峰时 唐宁这种自刚堕落 接近卖个身体 就大呼小叫到大家闺秀 自然就入不了唐夫人的法眼 但话又说回来 唐夫人之所以可以逢场作戏 兴如舍蝎 是因为她自己早年的遭遇 让她彻底明白 权力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径 而与之相比 唐宁就是一个彻头彻舞的悲剧 唐宁的童年应该要唐真类似 被唐夫人完全控制 处于一个过度保护的状态 所以当唐夫人觉得时机成熟 要求唐宁接过自己手中的玉琢时 唐宁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而唐夫人为了让唐宁认清现实 把她交在香港遭任凌辱 至此 唐宁开始慢慢妥协 最后精神激进崩溃 因为唐宁从小娇生惯养 所以她根本无法理解 母亲行为背后 所遗憾的光场逻辑 处处和母亲作对 唐夫人也渐渐对唐宁失望 认为她是一个失败品 所以把希望寄托于唐真 因为有了之前失败的教训 这一次唐夫人以身作则 一步一驱地从零开始 教导唐真 首先是学会面对达官贵人 迎来往送的礼仪 例如装茶送水 泡茶画画等等 然后是锻炼其心智 到了这一步 唐夫人采取的方法 不再像对唐宁一样 使用强硬的手段 而是故意留灵翩翩活狗 为的就是考验唐真 让她完成最后的蜕变 所以才有病房外 唐夫人观察唐真的一幕 当唐真很下心 害死灵翩翩的时候 至少在唐夫人的心里 唐真已经是比唐宁更优秀的作品 一家两代 在唐夫人的寻寻善幼之下 都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至于唐夫人的结局 只能说天道有轮回 苍天饶过水 不管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妄图通过炒地皮 来赚取财富的上流权贵 还是为了实现野心 费尽心情业手段的唐夫人 到最后的下场 皆是恶果 而对于唐真来说 电影最后的蚊子 便是她一生最好的助角 世界上最可怕的 不是眼前的心罚 而是那无碍的未来 唐真虽然活着 但不过是一句心事走肉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希望可以一键三连多多支持 投币越多更新越快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咯